好那张成大哥刚刚讲到 美军对于中国仍然进行抵禁侦查的同时 五角大厦事实上也评估 中国解放军现在也具有 核三位一体的作战能力 好这个这说法是来自于谁的 那个美国现在有位新任的 战略司令部的Carton将军 要在国会的那个任命听证会上 所做的说明 那这先讲一下这个位置的背景 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掌管美国核弹的一个位置 他在那个听证会那个说明上 他讲的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提到说 核弹对美军的重要性 他甚至这样讲 有助于结束俄务战争之外 他提到的一件事情是 可以阻止中国大陆侵台 这是他的说法 那在这个同时 他又提到另外一件事 跟你刚刚提到核三位一体之外 他也对中国大陆像核武力的崛起 提出了一些警告 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 他们所谓的核武力 我们通常在比第二件先比数量 现在中国大陆目前核弹头的数量呢 按照那个2021年 美国国防部所做的 中国军力报告上面讲说 他现在数量是350 350个核弹头 预计到了2027年会有700个 到2030年1000个 大家注意一下这数字哦 他从2022年到2027年 是5年增加300 可是从2027年到2030年 是3年增加300 这个不一样哦 表示他这个速度 如果是curb往上 他是会越来越快的 这是美国人担心的 就是到了2030年会有一千 那一千数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相对于美俄而言 他们现在是六千等级 其实还很远很远 但是那个这Corden将军 把这个提出第一个警告 第二个警告 提到说中共在这个弹头的能力上面 导弹载体能力上面 有多弹头的能力 还有变轨的人力 好那三位一体 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他就是说啊 三位一体讲的是 这个弹头啊 要经过载体投资出去 有三种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陆基 从陆上发射的 比如说现在中共 中午大陆东风41 东风31 东风5 陆基的 浅射的 从经过战略潜见 发射有巨浪2 巨浪3 那还第三个方式呢 就经过所谓的战略轰炸机 那中国大陆现在 严格讲起来 它目前的战略轰炸机 可能它提的 就是Corden提的 那个战略轰炸机 应该就是所谓的 轰20 我也没见过 这样没有真的出来过 那据说轰20呢 它的航程是8500公里 那这样子的确具有 某种程度的 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 那这个并不是 Corden正正在强调 他们更担心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中国大陆从 去年就在所谓的 以前已经在 那个甘肃 跟那个新疆 已经有很多的 所谓发射井 去年在内蒙古 增加了更多的发射井 这些内蒙古 大概内蒙古 是更接近北极的 就是跟 接近北方 跟接近美国的 那Corden就很担心 这些发射 增加了发射井 将来的投射能力 300个发射井 如果300个发射井 都是东风41 每一个东风41 又10个核弹头 那个数字就可以想象 将来中共核威胁有多大 这是Corden提出警告 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他就认为 有一件事情 是要摆在眼前的 中共一直说 他们的核武力 是在核反击用 什么叫核反击 我被打了 我才打出去 可是他不认为 他认为这不是 这个威胁部长这样 他认为 其实中共大陆 可能会开始产生 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我发觉 你要打我的时候 我就先打 那到底是不是 有没有先发呢 他没有说明 但是Corden将军 对这件事情 他表着忧心 要美国国防部 不可以轻视他 好我们稍后回来